我做的廣告 会随着我的经验跟我的年纪的变化 所思考的过程会很不一样 现在我倾向会跟社会的脉动 连得比较紧一些 那生命树是其中一个 我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观察 就是我们对生命的尊重这件事情 很多部分还是停在关于人这件事情上 可是我觉得这个整个地球 并不只是属于人类 这个地球其实事实上还属于一些 不会讲话的生命体 那这套得奖的东西是一套平面的海报 我要讲的是这个海报 对我最大的特殊的意义是 我用了一个不寻常的方式 来执行这个海报 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全公司的人 我说我们要来做一件非常的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让account people 跟来本跟creatic 一起要来完成一个创作 一般来讲就是创意作品 就是创意人所做出来的 可是这套作品的整个的过程里面 参与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作 然后特别的东西是 我们拿着不是画笔 而是拿着树枝这些东西 让这画笔来创作 所以那套作品是这样子阐述的 所以这个奖对我来讲是原先画的是一个好玩的状态 区区产出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好玩的状态之下 产出来的作品 最后得到了记忆 这个更是怎么办 谢谢 这个是刚才人有说什么 就爱这里